相片中的女主角笑容依旧 年僅二十歲的張雅玲 正值花樣年華 才剛辦了護照 準備出國 他曾和兇手王洪偉一起吸水 因為拒絕對方求愛 背車撞塞進後車廂 凶殘的一百七十六刀 將他殺害棄屍 我等一下就嚇到要抬 讓他都放棄的人 哪有可能會嚇到要抬 所以他都親自觀光 哭到眼淚都快流乾家屬 架設網站取名落入凡間的精靈 將整個案件公諸於世 也放上不少照片追思 不能接受的是 兇手王洪偉從來沒有退役 以前他都是 他交女生都很順利 就這個女生 不喜歡跟他交往 他就要集體追求那女生 可是那女生都不甩他 當時用了凶刀 被砍到刀鋒缺角 手套也沾滿血 王洪偉冷靜滅正 殺了人 他卻一心逃死 我再次還向對方家屬 他們至上最深的潛意 鏡頭前展現誠意 鞠躬道歉 私下卻是另一面 在看守所時 他曾向來會面的母親說 不要和對方和解 到時賠了錢又賠了兒子 冷血說法最後曝光 引發社會公憤 九年纏宋判處死刑定演 判決決定以後 他也慢慢地穩定他的心情 他自己也常常在替 被害的家屬糟告 一度放棄人生 王洪偉在獄中信教 少了年輕時的衝動 成熟了些 也想懺悔 甚至參加真文比賽 還得了獎 他剛辦得護照 可是還沒有機會出國 沒有凶手那麼殘忍 看來他176大 但再怎麼做 都換不回一條人命 歷經七次發回更審 二十一位法官 仍然判決死刑 但十七年過去了 依舊沒有執行 警察中長耶大和 甚至為他提出非常上訴 對家屬是一大打擊 也決定關閉當初架設的網站 對司法早已絕望到底 三天新聞 各位有送回關 新北市報道